总是忙于工作的阿姨 几次想找她出来度个假 好好休息一下 她老是推托 这回在大伙的努力游说下 阿姨终于答应参与这趟台南旅行 一路的奔波 过午之后终于来到了台南 在麻豆下交流到后 这直奔之间超有名气的店家 圆环边挖归兰啊 除了玩过好吃之后 还有花生猪脚汤羹汤 猪血汤 玩果里有着丰富的配料 QQ的口感 沾着微甜的酱汁 再加上一些蒜蓉酱 真正是好吃极了 价格上也相当亲民的说 大热天的来碗古早味的爆冰 是最合适的 老市场里小小的店面 贩卖着最自然的食材 让人吃得安心 吃了冰品后满身的清凉 老板说 它的东西都是纯手工自制 外头是吃不到的 老板的言谈中夹杂着英文 很谦虚的说 自己只有嗨史顾毕业 做的也只有团题回复题的小生意 可爱的台南相亲 3Q你啦 位于四草的台江国家公园内 绿色隧道是个著名的景点 河道两侧保留着最原始的自然生态 红树林倒影印在河面上 美丽的景色令人惊艳 宁静的氛围中 偶有小白鹿自林中窜出 引来一阵惊呼 在导览老师的提醒下 市地上许多鱼泻泪 也引起游客们高度的关切 细游出张所名称 听起来这有些浪漫 细游是日文盐的发音 所以这里以前是智盐会社的办公处所 木造的建筑有着浓浓的河风 入口处的守水社 让人体验一下日式的晋升仪式 内部的经营模式 延续了盐的主题 阳光吸血了 吃着略带咸味的冰棒 再来一碗口感独特的盐卤豆花 淡淡的木头香气中 看着老屋的风华再现 晚餐吃日式料理 吉祥在台南口碑不错 接个就来给他尝尝 宽敞舒适的用餐环境 料理也很合口味 所以说晚餐很好吃 吃很饱 零百货营业于1932年 当年如此气派的建物 在台湾是数一数二的 不仅如此 同时也扮演着带领南台湾 走入时尚风潮的领头羊 后因战争爆发 因而结束营业 2014年重新开幕后 古老华丽的建筑仍旧是最大卖点 营业的模式也不同于一般的百货公司 怀旧的场景中 贩卖着各类文创商品 具有设计感的新潮商品 和老建筑同在一个空间里 却不觉得突兀 这种感官的冲击 具有前卫感的人 应该会很喜欢才是 虽然还不觉得饿 但是就是很难抗拒 宵夜时刻 这家有名的台南温体牛肉汤 人潮涌现 鲜甜的牛肉吃来十分的美味 综合麻油材料丰富 香气十足 台南的牛肉料理果然名不虚传 南台湾的夜晚 似乎是来得特别早些 十点不到 却有着浓浓的睡意 早些休息吧 一早窗帘后 透着强光 预告着南台湾的艳阳 将正是露脸了 上车前先来张合照 蓝天白云下眼睛有些睁不开 昨晚睡前自我检讨了一下 为了避免沦为吃喝旅行团 今天要走一些较为知性 比较有深度些的行程 早餐就随便将就一下 民宿附送的早餐抵用券 这种早餐在台南应该算是清淡的吧 早晨的安平老街很安静 多数店家尚未开门营业 转弯处有台和百货的百元自动贩卖机 货架上仅存着两盒商品 妹子二话不说掏出钞票 立马跟她拼一下 结果是得到自拍棒一根啦 安平古堡是个有历史的景点 专造的城墙遗迹 在阳光的照射下相当醒目 可能是时间还早 园区内没有拥挤的人潮 可以踩着悠闲的步调 循着阶梯缓步向上 闲逛后坐在古老的大树下 吹着凉风 闭上眼睛深呼吸 享受一下 在这种夏里难得的清凉 走着走着 阿姨说 这里以前没来过 不过这建筑好像在小孩的小学教科书里看过 阿姨 你马帮帮忙 台南没有很远好不好 有空多出来走走啦 灰尘发现 自动贩卖机里的商品已经补齐 阿子 二话不说掏出钞票 也来跟他玩一下 结果得到来治桃源龟山的化妆水衣罐啦 走完 安平古堡接着再到赤坎楼 到台南 来 这个行程是一定要的啦 位居于市区内的赤坎楼 和安平古堡相比较人潮明显多了许多 安平古堡 是座军事设施建筑相对生意 而赤坎楼就华丽了许多 加上整列的碑林 和厚洞的魁心楼 整个场景 透着古仆的文风 在古都上百年的古籍和建物 处处可见 要去吃午餐的这家店 相传也有百年的历史 招牌料理砂锅鸭仪上桌 香味扑鼻 软嫩的鸭肉 和浓郁的汤汁 令人难以忘怀 古早味的炒干贝炒鲜鱼 非常可口 这些台湾古早首陆菜 丰富了台南古都的内涵 下午安排参观奇美博物馆 这个私人博物馆 幅圆广阔 规模庞大 暑假里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到这里参观 所谓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站在名家作品前 怎么看也看不出心得来 不过 大热天的吹吹冷气 还蛮销凉的说 真的是有些不好意思啦 再到户外走走 拍拍照 宽广的园区步道 四通八达 环境也相当的优美 小走一段 感觉整个人快要被晒成人干 我想在大热天里还是要量力而为才是 在这酷暑里 小鼠梁芳 就是来锅清凉美味的芒果冰 这锅冰拯救私民雨水生活热中 真是功德无量啊 晚餐想吃小吃 是去内绕啊绕的 找到了中正路杜小月老号 古早味的肉臭面 肉臭米粉 是台南传统美食的灵魂 吃这古早味 心理建设可得完备 这面可是吃巧 不吃饱的哦 小小一碗吃时 可得细细品味 才能吃出正港的古早味 另外虾卷和鹅子酥 我个人认为鹅仔酥比较好吃说 今天就要北返了 行程的安排上比较宽松 所以可以睡到自然醒 早餐来去复盛号 吃好吃的丸果 南部碗果色泽较深 相对的口味也重了些 我喜欢加些蒜蓉在酱汁里 Q弹的口感 加上丰富的配料 这碗果的确不错吃哦 比较特别的是 这碗羹汤 微稠的汤里 除了细细的姜丝之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汤喝起来很鲜甜 配上脆口的鱼羹 真正是很对味啦 听朋友说 连德汤饼家的煎饼很赞 强调的是 纯手工制作 产量有限 所以每次美人先购两包 来到巷子里的小小店面 或许是平日的关系 美人排队 但是陆续上门的客人 来来去去的 店面中间摆放着 传说中的那部煎饼机 老板娘很坚持 美人先购两包 想要多买下回请早 南部的另一个传说 早餐界的霸主丹丹 难得来一趟 肯定要来去 给他了解一下 薯条鸡块汉堡 都还可以接受 在素食店里 可以吃到羹汤 而且是连面线羹都有 这种组合在北部 的确是很少见 店里排队人潮还不少 订餐到取餐 还得等一段时间 入境随俗 配合一下 南部的生活步调 没关系 不赶时间慢慢来 井仔角盐田 一般人就比较陌生了 和细游出张所相同的 logo也出现在这儿 很明显的是同一系列的旅游景点 现场呈现古老盐城的面貌 在现代化制盐流程的挤压下 老盐城如今所能提供的 就仅有缅怀和鸟鱼的功能 洁白的盐堆和百年前一样 在阳光的照射下 依旧闪着亮光 只是现代人 已逐渐淡忘了而已 三天两夜的行程 近千公里的路程 看美景吃美食 一路上说说笑笑 感觉时间过得还真快 摸摸晒红的后颈部 感觉有些痛痛的 甜甜嘴唇上面 似乎还残留着海盐的咸味 台南三日行真的很充实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